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本期短视频主要是分析即将发布财报的三家公司 第一家 Dave & Bustos 第二家博通 第三家 Adobe 其中第三家公司Adobe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这三家公司都将于12月10日周四公布最新财报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Dave & Bustos 股票代码P-L-A-Y 这家公司我们刚刚在两天前 五大潜力餐饮股的特别视频中更新过 这里就不重复了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病例增长速度和住院水平上升 许多州收紧了对室内餐饮的限制 在纽约市 如果住院率持续呈上升趋势 室内餐饮可能会被完全关闭 11月份的飞农报告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在等待疫苗广泛分发的同时 更多劳动力可能会陷入困境 最新报道 辉瑞已经向特朗普政府表示 美国将不得不等到明年6月或7月 才能获得更多的新冠疫苗 因为该公司已经与其他国家 例如英国达成优先协议 必须先向他们供应疫苗 目前 零售餐饮遭遇明显打击 其中餐饮业自4月以来首次裁员 这很可能是由于疫情的反扑 这种打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可能还会加剧 所以餐饮股又开始普遍走低 不过受损程度比较小 大家应该更加注重疫苗救济 而不是恐慌性抛售 如果想要参与疫情复苏股 可以尝试小仓位 阶段性分批买入 这只股票高风险也高回报 投资需谨慎 下面我们来看博通 股票代码AVGO 博通前身是一家新加坡公司 公司于2018年4月在美国进行重组 是一家设计 开发和提供各种半导体和基础设施软件 解决方案的全球技术领导者 博通旗下拥有多种产品 包括用于服务器 智能手机 汽车的芯片组件 以及大型计算机运行所需的软件 根据最新的报告 全球Top15半导体厂商中 博通紧随高通之后排名第7 在受到新冠病毒困扰的这一年里 半导体行业一直是最具韧性的市场之一 尽管在2020年 疫情造成了严重的全球衰退 但新冠病毒大流行 刺激了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加速 从而导致了半导体市场的强劲增长 博通将于12月10日美股盘后 公布2021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分析师对其的乐观预期正不断增强 市场普遍预计 本季度的美股收益将为6.2美元 同比增长15% 预计营收为64.3亿美元 同比增长11.4% 在连续两个季度跌破美股收益预期后 博通此前给出了强劲的业绩指引 我们来看股价 博通在3月份下跌之后已经强劲反弹 上涨了140%以上 根据过去三个月 七位分析师为博通提供的12个月的目标价 平均目标价为436.67美元 最高预测为475美元 最低预测为400美元 Evercore ISI将博通目标价从400美元上调至450美元 认为基于5G内容开始向苹果倾斜 以及智能手机全面复苏 该行预计博通下一季度的收入指引将会高于市场预期 并将提高其股息 摩根士丹利将其目标价从415美元上调至440美元 基于iPhone强劲的业务和内容增长带来的上涨预期 较低的市盈率和对业务的利好因素将提振该股股价 除了看这家公司本身的财报外 鉴于其产品的多样性 博通的营收情况可以使市场人士 对大流行及封锁期间各细封市场的芯片需求 有更广泛的了解 最后我们来看大家比较熟悉的公司Adobe 在说股票之前先给大家说段历史 1982年Adobe公司成立了 公司的名字取自于创办人之一 格什克家门口的一条小盒的名字 苹果和Adobe有很深的渊源 最初的时候 苹果是Adobe第一个大客户和最大的投资者 Adobe技术加苹果产品的组合 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 乔布斯对Adobe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若非他的帮助 恐怕Adobe的历史要改写 不过在经过一段黄金年代后 两家公司渐行渐远 当然其中也有乔布斯出走苹果的部分原因 但是从此之后 双方从合作走向对立 在被苹果公司屡次拒绝之后 Adobe痛定思痛 改变自己以往的围绕着硬件公司赚的模式 2013年 Adobe正式开始向SaaS方向转型 目前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就是包括我们之前在第257期节目中说的Salesforce 而大家一直反复说的SaaS模式 即软件当成服务来销售的模式 就是由Salesforce在2000年所创造出来的 比Adobe早了整整13年 所以说Salesforce几乎是现在所有SaaS模式企业的鼻祖 好了故事讲完了 我们来看具体的公司 以知名产品如Photoshop和Adobe Reader等文明的Adobe 股票代码ADBE 是世界领先的数字媒体和在线营销解决方案供应商 Adobe有三个核心的运营部门 创意 文档和体验 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我们来看公司的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第一 Adobe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集合 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比如基础工具 PDF和Photoshop 这些产品大部分是通过订阅模式进行销售的 在疫情期间 其基于云的创意工具需求量很大 这些SaaS订阅服务为公司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收入 第二点 Adobe是一家软件企业 在三大垂直运营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强大的竞争对手 它将继续受益于巨大的毛利率 利润率将继续扩大 第三 Adobe自己宣称的 在数字签名领域五个胜过DocuSign的理由 包括Adobe认为自己的数字签名更简单实用 速度更快 集成度更高 和大企业合作的经验更多 数据更安全 这五大优势 这个说法被很多专家认可 不过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地展开了 第四点 Adobe的业绩和企业的支出息息相关 疫情之前 公司的营收持续增长20%以上 但在疫情中 营收增长只有14% 不过大规模企业数字化仍在进行中 更多的数字和视觉媒体产品 服务和营销活动越来越显得重要 在疫情期间 企业削减开支 但随着企业业绩的复苏 企业可自由支配之处正在反弹 并将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反弹 促使Adobe营收增长率再度加速 公司的长期增长前景良好 最后很多人比较 Adobe和Salesforce 都会认为Salesforce的增长速度 似乎比Adobe快 其实根本原因是 Salesforce相应所支付的营销费用更多 几乎是前者的1.5倍 后果是Salesforce的利润率比Adobe要低 我们来看股价 在部分投资者看来 Adobe的市盈率可能很高 目前该公司的市销率和PE都很高 说明投资者目前为该股支付了过高的溢价 但考虑到该公司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 个人认为 这个估值相对于其他SaaS公司 还是相对合理的 特别是Adobe甚在投资稳定 很少有积极的意外的表现 所以公司受到最多的批评主要是 公司做得很好 但还不够完美 美国最大公共养老基金之一的 克罗拉多州养老基金 三季度增持了Adobe和Pilanta的股票 根据过去三个月内 19位分析师为Adobe提供的12个月的目标价 平均目标价为559.83美元 最高预测为600美元 最低预测为500美元 Adobe已经有了将近40年的历史 如果你已经拥有了它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项长期投资 是长期大赢家 目前 押注既受益于居家隔离 也受益经济复苏的股票 做好平衡你的投资组合是有道理的 特别风险提示 本文所提到的观点 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所涉及的标的不做推荐 据此买卖 风险自付 好了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您如果还有什么补充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转发和订阅 谢谢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